我們何人要發展罷 一件事情就是要 好感人 好像不健康一樣 現在大家都還蠻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 交通無時無刻都在骰車 這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 好像要一兩千萬吧 我們大家都喜歡環保 每個人都願意支持 可是你不能只讓部分人犧牲 你不能只告訴部分人說 你有沒有錢換新車我不管 反正我認為環團很重要 民團一直跟我溝通 所以那就換 十年之內的 十年以上的車 你可能就必須要被加強空污的檢測 然後要淘汰掉 這個民眾的問題是在於相對剝奪感 不然你就全部 大家以後就穿樹葉上街 然後工廠也都不准燒炭燒煤 通通不准發電 當你切出了這條線 叫十年以上的汽車 就要開始動刀的時候 我們老百姓卻看不到 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在那邊 那其中當然最關心的也就是 一種是它本身是經濟上相對弱勢的 它無法去更換老舊機車這群人 這個補助政策相對來說 是反而比較不好的 原因是在於 今天你第一季對戰 將二行程機車去讓它能夠補助 台灣城所謂的環保市區的 六到八年的中古車好了 不要忘記了 你的時程裡面過沒幾年 你開始要針對所謂的 一般四行程的機車 提高它的檢驗標準的 那這個時候這一群人 是不是又要再面臨一次 是可能厭不過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點像 你在街上常常看到機車 有的時候爸爸媽媽一起上街 帶小孩三貼 那你會覺得這很危險對不對 可是我實際問過之後 我本來也覺得很危險 我們應該要嚴加取締 可是實際問過之後 很多家庭說 對不起沒辦法 我們家就一台車 爸爸要送媽媽去上班 然後小孩要去上課 那我們怎麼辦 坐計程車嗎 沒有啊 就三貼 那三貼這個事情 表面上看起來是 危險的交通狀況 可是實際上背後 跟貧富不均有關 空污法的修訂 其實我經常講一句話 源頭錯 步步錯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 制定所謂的 非核家園這件事情 你讓核能的這個選項 從我們的能源選項 全部剔除之後 你無可避免就會產生 相對應非常多的 包含發電的空污問題 它包含多年以來 包含中南部很多農地 違章建築改建 就地合法的這些工廠排放的問題 這些都沒有解決 那這種情況底下 你就貿然去針對所謂 民生使用最多的汽機車 而且是十年以上 去做這樣一個空污法修訂 你一定讓老百姓感覺到 完全是只針對市民開刀 卻忽略了更嚴重的一些固定污染油的問題 跟貧富差距有關的時候 你的四行程的車跟二行程的車之間 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讓民眾無痛接軌 目前看起來不行 第二個 你如果定義所謂的空污專區 也就是低空污容忍度的專區的時候 那會不會讓民眾有個感覺 這是一個租借喔 我今天騎比較老 比較舊 空污排放比較大的車子 我進不去 要那些有錢的 可以買Hybrid 可以買電動車 可以坐Tesla的人 他可以進來 那你立法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種相對剝套感 你後面再怎麼補助 再怎麼找所謂的二手車商合作 恐怕都沒有用